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而,号是关于春秋和战国两段历史时期的具体划分,说法不一,主要存在三种说法,一种是以公元前476年为鉴,第二种认为公元前453年,韩朝未灭致是代表战国开始,最后一种说法认为公元前403年三家分禁代表春秋结束战国开启,这三种说法到底有何依据? 哪一种说法更据说福利?下面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一下这几种说法的处处。 一,以公元前476年为鉴公元前476年,即周晋王44年周元王元年,这一年被认为是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,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孔子修订的春秋, 记录了从鲁眼公元年前722年,到鲁爱宫14年,前481年,共242年的大事,由于他所记历史史时的起始年代,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, 所以,后世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,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,但是因为考虑到当时的周晋王,于公元前476年去世,周元王即位,为了方便在公元前481年的基础上推迟几年, 以公元前476年,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,关于这种说法是得到一部分学者的认可的, 二,公元前453年,韩照未免智世春秋时期的四强国之一晋国,是周晋王,时期受封的诸侯, 并在晋文宫手上一度称霸诸侯,作为当时的强国晋国,一直都是势力强劲,都霸中原, 从公元前633年晋王工作三军胜六亲起,六亲一直保持着晋国的军政大权, 晋平公时,韩,赵,魏,智,范,中行是六亲相互惊讶,晋平公时赵氏把范,中行是灭掉后, 于公元前453年联合韩,魏两家,于晋阳之战中把当时实力最强劲的智世灭掉, 至此,晋国一度被函,赵,魏三家保持,晋国公是名称是王。 也正是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,靠世史学界把春秋战国的分界点,定于公元前453年。 三,公元前403年,三家分界熟读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, 司马光的《资质通鉴开篇》之作写的就是《周围猎王》23年,公元前403年, 出命建大夫魏司,昭吉,韩前卫诸侯,并且把这一年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,自从韩赵魏灭治世以后,三家逐步刮分进国的土地, 到了公元前438年,静埃公寺建幽宫即位, 当时韩赵魏三家建分建帝,只留下将于取卧两帝留给建幽宫, 直到公元前403年,周天子都不得不承认三家的实力,并最终册封三家为诸侯, 至此韩赵魏三家分建,也就有了后来的战国七雄争霸。 以上三种说法各有依据,谁都不能完全说服谁, 这才有了在春秋扎国划分时间点上,出现的这几种生业。 当然了,人,者见人,智者见智,小编个人觉得第三种说法应该更合适, 因为重关整个中国历史,在历史时期划分的问题上, 一般都是遵循以重大历史事件来参照的原则, 所以第一种说法给人感觉略带牵俏,抬不上是多大的历史事件。 第二种说法,算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, 但就其影响力来说,仅限于晋国国内。 而第三种说法,三家分建这一历史事件, 其影响力就大了,故以此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, 小编觉得绝对是实至名归了,也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了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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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